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晚上好 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首都基隆坡的 莫迪卡体育场 向大家转播 世界杯足球区选赛 亚大地区决赛 中国足球队 从沙特阿拉伯足球队 进行比赛的实话 这是双方在这里进行的第二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 中国足球队以4比2获胜 现在沙特足球队 在自己的后场把球断了下来 沙特队后卫队员做了个假动作 假装传给守门员 但是还是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现在沙特队的后卫队员在助攻 沙特队在自己的中路把球递 11号 沙特队的11号 哈密斯把球做转移 45度角的转移 球直接出了边界 现在中国足球队在前场 拔定位球 拔球队员是20号陈欣荣 把球直接掉到球队前面 把球队员带大 天呐 华晓东把球带到前场 现在华晓东 沿着右路再往前推进 球到了前场禁区的边上 我们看到沙特队的8号拉伯 也是伸手不凡 上去先出一脚把球破坏掉 华晓东把球知道今天20号陈欣荣 做直传地位 华晓东 华晓东传着 沙特队的后卫队员力量投球 把球顶了出来 再传 出发的大门漏掉了 再把球勾向球门前面 沙特队的另一名队员 不畏把这球勾了出去 现在中国队队员把球封到前面 4号林乐峰把球再往前面传 沙特队利用对角把球挡了回来 现在中国队的后卫在控制球 5号吃上冰把球再往前面传 沙特队在中场得球 4号林乐峰把球又站住了 现在把球递给20号陈欣荣 陈欣荣再到横传 把球转移到中路 8号左右车上了一跳 故意让这个球放过去 现在13号沈阳福在控制球 把球再往回传 打本 冰了 欧阳东 郑国足球队首开记录1比0 在今天的比赛里边 我们看到中国足球队的士气 打得是非常旺盛 他们总结了上一场比赛 特别是在上半场 上一场比赛里边的上半场 前15分钟 打得比较拘谨 没有放开 这个经验 在这场的比赛里边 他们手的稳 弄得很 特别是场上的士气和斗志 是相当的旺盛 现在中国足球队的18号 荣正航在控制球 荣正航把他带到进区的前沿 带到横传 再打本 反正毕竟是 他都把中国队带胜 下车队把球挡出去了 我们看到 沈祥福在进区里边接球把球往回一扣 6号黄向东上来再打门 打在刹车队的后卫身上以后弹出了底线 18号荣正航把球掉进了 18号荣正航把球掉到进区里边 中国足球队的二号太紧张 跳起来投球 把这个球攻中了球门 现在场上的记录是2比0 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进行了26分钟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2比0 中国足球队领线 在今天莫迪卡 观众的看台上 我们看到 有些人打出了标语 上面写着中国 中国胜利 现在中国足球队在前场赞球 把球传到中路 只有一个后队在防守 中国队在带到进区的前面 把球再回广 现在中国队二号陈一荣 把球再转移到了左边 13号沈祥福 13号沈祥福 另一脚打门 这个球 球比较重 比较滑 这个球踢四了 球从出门的边上 出来底线 现在中国足球队在前场赞球以后打反击 已经到了进区的边上 在船中 这个地滚球被沈祷队把球断掉 沈祷队快速的把球踢到前面 9号马吉德上来再抢劫 我们看到2号泰景标 把马吉德的传球路线给切掉 马吉德是封线上最有威胁的人物 这个队员今年是22岁 他从5岁就开始踢球 中国足球队在前场和对方争夺 沈祷队在自己的后场把球得到 沈祷队的10号 华海德把球递给5号 5号马祖克把球转移到中路 11号哈密斯在控制球 哈密斯在中路 慢慢地往前带了两下